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一直想找人讨论密码学都没有人陪我讨论 大家好 我是石大资公的季博文 如果要搬的话可以搬到买东西走到中间 其实起立而坐 我们不反对 谢谢凯带头 坐地板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讨论 那我们知道就是老师们其实都有非常鼓励开源在教育中间 实际的可能会把开源的专案 或是开源的软一体带入到我们的教育现场 好 先请老师们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教育现场融入 开源软一体在你们课程当中融入的一些个人经验和案例 那由洪志人开始 那我多一个时间 蛤 呃 多一个时间 都可以 那不然 要决定我要从几年前开始讲 那不然我们抓三分钟 好 三分钟 那就不要想太久 就从那个我回台湾那时候开始讲起了 那我从台湾回台湾之后想做一些系统团体的发展 所以就开始 然后有应验机会就开始教了Linux 大家知道Linux是开源的 那用开源 就从此之后就开始在学校 从Linux以及相关的open source的这个software 那我发现这个同学用这类软体有很大的好处 第一个是你要看懂别人的东西 而且这些是专家写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如果够厉害的话 你可以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做很多事情 那其实开源能力不只是Linux 越来越多 所以刚好就是在这二十年来 开源的计划越来越多 那我们希望学生 尤其在台湾 希望学生能够高等这些东西 那在我的专业里面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些地方 能够谈怎样去最佳化里面的东西 例如说这个软体怎么样可以让它的效能变得更好 或者让它变得更安全 在里面加上一些密码 让它变得更安全 或让密码更好一点 或者再加上一些硬体 让它可以跟底层的硬体搭配 因为硬体在进步 软体在进步 因为是开源的 所以有很多的软硬整合的机会 都可以藉由这个达成 那在进一步的话 现在其实很多的硬体 也开始是open source 例如说 现在学校教的G&T 结构 用的是RISC-V 它本身也是开源的 那现在更进一步 再看到大型一个模型 因为这几个月最热门的 大型 language model 也有很多开源的计划 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的资产 而且很多前年的智慧累积 所以我们就希望同学 能够看懂这些东西 然后在上面加持 这大概是我在台当 一直在想要做的事情 那有些同学其实 是可以透过 比如说一些研究表现 比如说发表论文 或者是complete 一些新的东西 到open source project 去展现他们在这上面的能力 这些能力 其实也帮他们在未来 找到不错的工作 我把至于上台所 非常的经验报告 谢谢 谢谢 我的故事就比较简单 因为都在台湾 然后就是 我是2012年到成东大学教授 然后在这之前 我就在业界服务 那我们在业界服务的时候 最大的困扰就是说 我问了一些 Linux GCC 就是编音器 或者说一些 可能像关注最佳化的问题 然后反正就是说很多人 是打不出来的 那我就很纳闷大的学校教授 然后呢 因缘机会我就成为一个教师 这不是很不知道 以前跳过 然后 然后 那成为教师的时候 我就想知道 我们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我就教我一些面试 会出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 刚上课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怎么上课 就是 可能第一题就是 联发课考试 哪一年考试题目 零有科技哪一年考试题目 就是类似这种 就是类似那种 考古体验方式来上 那不过你也知道 就是这种方式呢 最大问题是 学生就被答案 然后去面试的时候 还是死人才 还是终于是 去了业界工作 还是一问三不知的状况 然后 后来我就开始来检讨 就是我们到底 教育出了 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这件事 跟开放研设法 有什么观点呢 我想最大的观点就是在于说 因为我很多时候 教育就是向下来 直接跟你讲答案 对吧 就跟你说那个 你看 最近的新闻是什么 超道题 对吧 我想中学生都可以讲出 超道题的定义 但是这个超道题的现象 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好意思 今天的中生一直听到这样子 这个 这是一个有趣的讯息 表示我不要讲太诚 好 然后那个 超道题 因为考试不会直接考 考试不能讲 超道题是怎么回事 但他不会直接考 怎么考 然后呢 你就算觉得这个现象很神奇 你也会去深究 那就所以呢 很多时候就是 因为你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那开放研设法呢 今天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呢 呃 除了协作以外呢 其实关键在于说 会一层一层那里 看到一个从一个小的砖 或者说 从已经有一定规模的砖 来开始去突破 可能有些缺陷 然后他如果怎么 一路怎么变得更好 还是一个更透明的一个模式 那所以后来我就调整一下 在我们的判施方式 我们开始就 用大量的开放原始码的软体 硬挺 然后 然后也鼓励同学去做贡献 但是说真的 这是很挫折的事情 因为同学光看头就很难了 你看那个Linux的现象多少 多少成事码 现在是将近三千万行 三千万行 同学 你一天 就算看一万行 很认真 看三千天 你什么 三千天你知道什么概念吧 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事情 对吧 更别说大部分你一天 可能看一千行也不错了 就算你一天看一千行 那你要看什么 就是要看那么长的时间 对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更别说做出贡献 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这个 这部分中呢 其实另外一个挑战 不过不管讲讲就是 我想让大家知道说 软体可以从一个相对小的一个基础 然后呢 它可以成为更大的根基础 我想这个是呼应到 可能就是在很多原理吧 很多东西都从数据开始 然后一路这样的扩充 然后变成一个经验 可以广为接收的面貌 这样 OK 好 那这个 这次的座谈会谈的其实是开放原始码的文化 但是我觉得在开放原始码文化 更上一层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文化 叫做駭客文化 什么叫做駭客文化 其实就是鼓励你们在有兴趣的那个地方 好好的去专业 那你说 你对写程式有兴趣吗 有兴趣的你去说 不要 那问题太尴尬 诶 没关系 没关系 那天摄影机照的是我们三个人 不是照你们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摸着两心 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真的是在写程式 还是在考程式 你从以前的高中生就在刷 Zero Judge 到后来毕业 然后去刷Leets Code 我们整天你真的在玩程式 还是真的在写程式 开放原始码 在大学校我们之所以会使用有一个理由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 你自然而然就会燃烧你的生命去看里面的东西 三千万好嘛 对不对 我问你 你们打电动可以打到天亮 你们看程式可不可以看到天亮 还是写程式你们写到天亮 还是在Bug的时候 不知不觉中 太阳神情好美 其实开放原始码在教育现场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 就是我们希望鼓励学生 你们真的会投入在里面 真的是为了乐趣 OK 为了乐趣 不再是为了什么城市竞赛 那些东西很好 我也 你们去练习也很棒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们 当你们对这件事有兴趣 你们自然就会钻研到里面去 所以海克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叫做Bug 如果你觉得它有兴趣 我们今天也不用坐在这边听演讲了 因为你们就会好好的享受在这个文化里面 好好的去看口 好好的去写口 改口 那请注意就是刚刚都提到Linux 什么之类的 其实开放原始码的 专案非常多 你比较你们一定要去看Linux 你可能说我对作业系统完全没兴趣 That's fine 那你总该有一些东西有兴趣吧 这么多的专案你应该找得到吧 所以在软体硬体或者各个行业里面 你到底对什么有兴趣 有兴趣我们就去钻研 钻研以后你刚刚说最佳化 可是老师我对最佳化没兴趣 That's fine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 找到你有兴趣 然后就动手做吧 我们有这么多的工具 这么多的专案 你们可以在当中去 去学习去实作 所以其实我们当老师的责任 就有一个就是当官老板 叫你们去燃烧小宇宙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的分享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 就是我们在推广这些 开放原始码的软硬体 融入我们的教育现场这个 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有没有预料任何的 大部分大小的一些困难或障碍 然后我们顺序理想 就是接下来顺序都是D4 就是从蒙泉开始 好 那个我顺便回答 这边史莱总看到的一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问题 什么情况之下 因为这个也算是相关的 那其实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大家 大家可以对很多的开源 开源码有兴趣 然后但是问题是 说在教育现场 我们想要看到 大家怎么样呈现 对这个开源码做出的贡献 或者是你对它学到了什么 你不能说我看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最后很多人都讲不出来 所以在教育现场 有时候也是要去检验 那检验的方式 就是我们当冠老板 看这个自己用得蛮好的 就是要push学生能够飞得更高 更远一点 那就是逼他们 在比如说怎么样去改 把这个东西改得更好 都不是只是用它 用人家县城的东西 把它加一些浅薄的这个东西 那感觉上也不是不好 但是就是说如果可以做得更好的话 合得不为 但是要达到这个程度的话 有时候我们需要有所选择 比如说怎么样找到重要的开源码 并不是所有的开源码都一样 你要做某个事情 有一堆那你选 怎么样选最好的 然后你要做这个东西 有时候需要找到团队来support 你需要有一些研究能力 所以有时候在场比较年轻的同学 我都是建议说对开码有兴趣 有机会的话可以更上层楼 找到一些这个 比较专业的地方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稍微不同的世界 就是说不只是用它 或者是加上一些功能 而是说你需要有些方法论 甚至说你需要学一些更深的东西 那这样子可以学用 可以在一起可以滚起来 而不是现在常听到一些学用落差 各位可能听到有些人在抱怨 学校教的一些东西 没办法用 那或者说学校会抱怨说 一些些人做的一些东西 城市跟他们想研究的东西 好像有一定的差异 但这两个东西其实在开源的世界 我们看到美国或是一些先进国家的很多的 最先进的开源的计划 它的层次是很高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选择重要的层次高的开源计划 再加上一些专业 这个对于学习 我现在谈的是学习 以及甚至是产业界的需求 都会有相当的贡献 一旦找到这些优质的组合 那其实接下来的资源 那些协助 相对的都比较不是问题 怎样呈现出来 也不是有一定的方法 OK 謝謝 我想那个灌老板 应该是灌输美好前景的老板 很縮小 但这个 旁边这个 雅力有点大 好 那就是 刚刚提到这个资源 我想这个 呃 资源出的 也不是 要灌输就会有效益 有时候 过度的灌输 可能会有 这样的助长 那回来刚才讲这个 教育现场遇到的问题 呃 我想很多时候是 没有一个好的一个feedback 那就是说你看 呃 授课教师 呃 教一个学期 可能低喊一句话 我说一个老师呢 轻心如做一个研究题目 跟这个实验室的同学们 轻入一个打拼 然后呢 低喊一句话说 哎呦 我没办法两年准时毕业 这 我晚去台积业一年 一年少150万 赔得起嘛 这一种话 就是很多那个教学热情 都被打消了 是吧 本来有些我们可以 包括一些困难题目 其实人都说就是这样 没有了 好 刚好上次我去参加一个 高中生的做 那个下令礼拜 然后我就跟高中生说 我看到你们这些高中生 高中生才跟你讲理想 我看到研究生是不讲理想的 因为讲理想说 那个时候执行 可能就是一回事了 那当然 呃 这地方太乱了 所以我这边也是趁机来修正 我想这个 资源呢 最关键的地方是说 呃 我们要创造一个feedback 可是这个feedback 不能永远只是一个 很短期的那种feedback 对 就是说我上课 然后给大家分数很甜 然后 然后时间到教学理路好 这件事我试过 有用 哈哈哈哈哈哈 对 有一个学期教育题就拿到那个 5分 5.0分之4.96 对吧 然后那学期呢 就是分数别人给的太高了 然后就变4.96 然后下一个分数打0点 然后呢就打回原期 变成什么4.2 4.3这种数字 这才是真实的 对吧 那这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一直 陷在这种短期的feedback 所以 会导致说呢 你看喔 像我刚刚开放年史码专案 比如说像Linus Colonel 呃 我1997年开始学 然后一直到 大概98年吧 98年99年才赶紧送一个patch 就是才开始对客户出贡献 就是这么长时间 你看两年 对不对 那以大部分呢 我们教育现场的时候 两年是不能接受的 两年换了教育部长 多少次东小的 好 一定会换 不知道换多少次 对吧 看前提的人都知道 对不对 然后就是这个 就是这就很大问题 就是我们 我们没有什么延续性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 不只是开放年史码问题 那就整个教育现场 有个问题 那开放年史码在这方面就更惨 就是说 其实开源是很多面向的 主持人 很多面向 不是只是说 它是一个 可以让你用低点成本 取得的一个方式而已 其实 其实你看 我刚才讲的协作啦 那现在还会讲说 呃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 可以抱持一些理想法去克服 这边讲个小故事 跟那个 就是 像那个 那时候我们在做那个 呃 Java的虚拟机器 之前那时候 上班一口还没有把那个 Susco放出来 就是刚把那个接病推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做那个接病 然后那个做接病呢 其实要克服很多关键问题 其实我们问题是专利问题 然后呢 像上班一口那时候有个专利 叫RE36 36 36 204 就是这个 这个专利是 上班一口有个专利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个 接病的时候呢 做open source的接病的时候 我们就要 跳过这个专利 没有跳过这个专利的话 可能做出来的虚拟机 或项目比较差 但是我们就花有力气 跳过那个专利 然后去 项目让它还可以接受 那这想就是 可能刚才那个 蒂老师家的 就是 就是黑客 就是黑客的那种文化 其实很关键 就是我们设定目标去克服 但是这个目标 我们克服花多少时间呢 大概花了三年半 才克服 然后你看 如果这件事 回到教育现场 你说我还是开一门客 我要做一个研究 然后呢 说东西要做出一个open source 然后可以跟那个商业公司 PK 可以批底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说尤其要拿到经费 然后那沈桃委员就说 你去洗洗洗碎吧 然后说这种主题 不要跟商业公司做对啊 就是取掉 然后你说 那就是让我们路过的清评点 说我们花三年时间 这三年时间谁来支持你 我想这个就是 在现实上很大的困扰 然后 但是很不信任 如果你不跨过这一关 你永远就是旁观者 永远看到 哦哦这个程式码 EGDNAS和基金会的统计 一个小时改版 改版八次 不是八行 八次 八个commit 所以不是三万行 一天堵一万就够了 是吧 好 我们等下座谈结束的时候呢 就会有八个commit 跑出来 对吧 有可能会有几千行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个开放的 我觉得最有趣也是在单向最最困难的地方 因为遇到的受众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 我们遇到的受众 你看看 在开放一次晚上说 你说会有一群人就用了没什么意义去做 他就是非常热情的人 但是更多的时候 我们在交易市场遇到的是 就是什么类型的人都有 我们不能假设每个人都很有热情 这个这个这个假设是绝对很沉溺的 但是一定会有人因为这件事发生发现到的 我想这个是教育可贵的地方 然后那你说要怎么做到一件事 说那我还在学习 我花了十年我还没有搞懂怎么做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些feedback 比方说有些专案他可能进入门槛比较低 那这件事我之前有开课的尝试过 就是我们就带着同学一起来做一些贡献 然后一起让自己的程序 变成Linx Kernel的一部分 我想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Linx Kernel 已经被从超级电脑啊 做手机啊 伺服器啊 然后甚至火星探车号 都有那个Linx核心的存在 我想让自己的存在被这个世界看到 被这个世界需要 我想这是教育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刚开始踏出来这一步 那我不能说有什么前瞻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是知道我们在教育从业的人去尝试的是 很困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常常在业界会听到一个名词叫KPI 那个已经落伍了 现在大家都在谈OKR 但我告诉你 不管这是什么 长官或者翻译一下 叫给钱的人 永远都是要看到成果 三年半没有成果 等着就是我们老师被fire 掉 OK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很现实的问题 因此 其实理想中的开发原文是 因为是 其实我刚刚谈到骇客文化 骇客文化其实是由三个F所组成的 富的 你要你能够活下去 养活自己 Friend 不知道什么是Friend 你就四周看一下 OK 最后一个Found 所以我们想办法养活自己 然后把精神花在我有兴趣的事 什么叫做把精神花在我有兴趣的事 你一下上课结束 考完试 你回到家你做什么 A 打手游 B 看美剧 追日剧 还是追韩剧 还是打开电脑 我们看看 刚刚听说一个小时有八个考蜜蜜 我们来看一看吧 你们做什么事情 其实如果你们没有主动做到后面那一步的话 其实在开发原始码的这个案子上 你或许会参加 但是可能是为了 可能是老师叫你参加 可能是未来的公司要你参加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自己想参加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好 那回到教育现场 我能够做什么事 坦白说我做的事很少 我没什么资源能够多 就是两位前辈的资源真的蛮多的 我只能够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 尽量开设一些课程来保护学生 然后学生做什么事 我都说他在做我课堂的专案 为什么 用课堂来保护学生说 这个时间我帮你预留下来了 请你告诉我你想做些什么事 然后在那个时间点 我不去吵你 我陪你讨论 就让你专心的在这个地方 看能不能做些些什么成果出来 那当然啦 效果很有限 为什么 因为一堂课就是一个学期 那怎么办 想办法找那种上跟下的课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也都只有一年 你为什么不保护他保护两年 保护他两年的方法就是我把它当掉 然后再休息 所以如果不是保护 你们应该不会想分分这样子 那个老师我没做完 再给我一年的时间 好没问题 帮你调分不可能 但是帮你让你的成绩不及格 我还是做得到了 那我刚刚其实有看到 slido上面有一题 就是好像没有就是那个刷 好像是刷code跟那个跟骇客文化 为什么会是相冲突的 我先说 有一些人 特别是专门做演算法的人 他们在想演算法很有乐趣 你不要说他们想演算法有什么 用没有去看Linx Kernel 没有 他们一样是骇客 他们只是专严在演算法上去解题 哇刷Linx Kernel刷好爽啊 有没有这种人 当然有 当然有 这种人是不是骇客 是 当然是 问题在于你是这种人吗 所以 重点不是说什么刷code 刷Linx Kernel 还有解题啊 一天到晚静在城市啊 他们跟骇客文化有没有冲突 他们说没有 没有的点是 有些人做这些事 从当中得到乐趣 这就是骇客的精神 这就是 他就享受在里面 可是你们大部分的人呢 没关系 等一下镜头还是照前面嘛 我们就做一个调查嘛 你们参加竞赛城市觉得很快乐 很愉快的 举手 很好 非常好 好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两位 对他自然讲解 那有其他人 所以重点不是这个冲突 重点是你在当中 有没有得到乐趣 你可以不要去看Linx Kernel 我曾经多次的问 之前在业界我就曾经问 来这边工读的人 还有我的同事 还有也问学校的一些很多学生 问他说 你们明明那些都用的好熟喔 那个网路上 tutorial 写的好好 你知道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蛤?什么? 不是程式按下去 Enter就开始跑了吗? What? 这就是我们的学生给我们的答案 他们不问为什么 他们也不去追后面的理由 所以在教育现场 其实我们真的要做的事情 我刚刚说要当冠老板嘛 其实就是叫你们去燃烧小宇宙嘛 你们的年代跟我不一样 我们以前有一部 漫画叫做《圣斗士行驶》 好他告诉我说 躲在课堂之上 不可以谈漫画的事 你会看到都是主角都打在地上 然后那个女主角 就是雅底娜女神说 雅尤你不是还有生命吗 你就继续燃烧吧 燃烧什么 你要燃烧的是 你要去问为什么 你要去问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你愿不愿意去追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那希望你们在这过程中可以享受到乐趣 好 小老师的分享 那就是在这些开源教育推广上我们有遇到一些困难 那基于这些困难 那老师们在这些经验当中 有没有想到一些就是 对于开源教育发展之后的规划 那或是我们对开源教育 有什么愿景和希望可以达什么方向 然后不好意思我说一下 那个各位可以 往这边移动一点 不然会扣的人可能会进不来 然后后面有一些椅子 对于开会 那老师们可以 从黄主任开始 问题的意思是说 在学校 教育的学生 学生有接触到开源专案之后 出了学校的问题吗 还是 老师们你们在 在教育现场当中 把开源教育 把开源软硬体 转案融入之后 那对于后 就是后续对开源教育融入这件事情 这个工作 什么样的规划 或是 希望达成的 vision 好我讲一个困境 在学校 或者说我只能 就我所看到的大学 在开源教育 这个在推开源教育 的情况来看的话 假设 有100位老师 100比较容易算 各位认为说 会在课堂上使用开源专案 让学生接触 并且在上面做一些东西的老师 有多少 百分之五十以上 还是百分之五十以下 觉得一半以上的检举手 大家都同意没有到一半 五十以上 觉得在二十%以上的检举手 对 所以各位都很了解状况 意思就是说 相当少 相当少老师愿意这样做 原因不难理解 就是说 其实使用开源专案 来让学生去了解 我认为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 老师本身可能要 引导学生进来 而且学生本身要有意愿 再来去看 在课语的时间看 因为不可能在上课的时候 首先的时候 比方给他的读 对 三千万行 不要看到什么时候 你拿重点来看也看不完 所以学生必须有一定的基础 利用课语的时间来看 那对有些人来说 他觉得这样 不是一个他想要的做法 那于是 就像 唉 就是会这样的 最后 Evaluation 教学平均就很低了 所以很多老师 就跟他走容易的路 那不需要走这么麻烦 他不会学生着想 用开源 结果 惹了自己 跟很多的学生 不高兴 那这个是 学校的一个困境 那要突破这个的话 必须老师本身要 要相当的积极 找到一些题材 来鼓励学生 那 所以这个题材 而且还是与时俱进 就 这几年的经验 大概就是 会找一些 比较新的题材 因为学生 很多是洗心研究 例如说Linux 我教了几年之后 其实老师本身也是洗心研究 有时候也换一个题目 那 一路走过来 其实蛮多 开源的好处就是蛮多新的题目 所以我 因为长期接触这些开源 而且 在作业里面 或是 在期末的 的报告里面 都希望学生 用开源为基础 在上面做一些加持的东西 所以 学生 一开始 进来我的课的时候 也都了解说 要这样做 所以比较不会有意见 所以在使用上面 其实会有 需要用一些技巧 包括找题目 然后这些题目 怎么跟最新的一些 学生想学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Big Data 当初从Linux开始 然后云端 然后Big Data 然后 AI Quantum Computing 这些其实每一个东西 后面都有一堆的开源码 那我们可以在上课的时候 适当的倒入这些东西 让学生在上面做一些东西 以至于说 他可以 学习的时候 可以用 然后再 在 研究上 也可以把这个 作为基础再放大 那这是我看到的 那我想 这一点 讲起来容易 其实做起来 就像我刚才 也开始讲的 就是很多老师 愿意做这种吃力不淘的事情 这部分 没有什么 新的回复 大家都知道 困境 那这种困境 可能 可能 不是体制内可以 突破的 所以为什么 各位要来Costcom 对 发现 我觉得真的 这很难回复 尤其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什么方向 说真的 人为言轻 我心里想说 保险有用 前几年 我还有去参加工部门的 的 的的的的的的 的的的的会议 就是要 要我们这些教授 发表高见 那前面可能是高见 但是到我的时候 就是说不出话来 对吧 就是就是 大家的负担已经那么重了 我说学生跟老师的负担 都那么重 然后 然后这些 在台湾 如果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指标 然后关键指标 可能就没有要执行 你说为什么要 要比赛 因为我们老师根本没空去看 你们的的的的的 程式嘛 对 像前几年我去台北 某一次那个黑客手吧 当当评审 然后呢 那一次当评审呢 就 就是 其实都来很灰心 所以我后来就不答应 什么黑客手评审 那为什么原因呢 是原因是 因为 在第一咖上又有人讲 你看搞得这件事 我每天都看D卡 这是真的 为了保护自己 我还有请律师 然后 我会跟你讲一件事 我有请律师 然后呢 这个D卡呢 就是说 某一组 黑客手某一组的同学 是抄袭的 然后最近是对我很大伤害 因为我每一组的同学 我的收拾控 就每个同学 竞赛的那个 那个 的收拾控我都去看 但是因为我 学东西不多 等于像我的网站 我更不会 所以对外来讲 我就看那个问题 看得合理 看得跟他作品 跟那个陈思玛是对得起来 我就说是他做的 但就有人说 那不是他做的 那所以你看 就是 那个黑客手 那么就是相对我们 评审有八个小时可以评 我们都可以评 都会被这样批评 你想那个 神秘的台大职工 或是本系 也是少了 就是台大职工 我们就讲他收一百多 现在收两百人 一百多 一百多 本系就收一百多人 所以你知道 就是 只要错一件 错一次就好了 只要有一次 就说那个城市长 不是那个学生型的 我们就不要去评鉴 所以你看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时候 那我把外科兽时的东西 扛密的当作 贡献当作一个指标 哦跟你讲 那时候都告诉我 保重一个悲剧专案 对不对 因为一定会有人去 付钱给那个 那个 每天的说 我就是有一些 setbox的东西你要 给我 你懂啊 反正这个 只要有指标 台湾人就很会 那你说台湾人很会做一体步 台湾是很会做这种 对不对 就是只要有关键指标 就可以达掉的事情 那只是说 刚好很多硬体 是容易写出关键指标的 软体比较困难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就是我可能讲比较夸淡 但你知道就是说 我们其实 很多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具体的指标 然后把整个 明明是人在做事 把它变成一个机器在做的事情 你知道可不算是 但是很伟大地方就是 当初你看到现在 Antoin他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把计算这些 他本来是一堆很有巧思的事情 对不对 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包括12乘12 你会想 我可以用背的 对不对 我可以用10加2的平方 对不对 就是反正有很多方式 来做做做运算 对不对 但是Antoin的关键就是在说 他让机械可以做运算 然后但是我 我在学校教书的这10年 我就发现说 我整个社会体系 就是一个大机器 就是一定是 什么指标在那边 然后我们想法去抽出个指标 就是设定规则是极切的 然后执行的时候 是创业的 但是现实应该反过来 对不对 应该是有很多方法 激烈性的方法 一定Keeping that 他是应该有创业的 那执行的时候 就是按呼就把他做 但是我反而过来 我们就把他反过来 所以会导致现在的结果 所以我想 真的是今天流量 我讲出什么 很正面的事情 后来也会去看 参加股份部的会议 就觉得会心里 还是专心把电视交 好 本来想说一点什么 刚刚听了一番话以后 突然讲不太出来 我之前是参加另外一个 就是教育部举办的一个 学习历程的准备会 就是高中生的那个 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 其实你们准备的东西 那怎么讲 就是发表在那个场合发表 不当言论 就是政治不正确的话 就是其实我们老教授 我们不太看你的这些东西 你要说反思 我不要看你的什么反思的心得 你就给我去做吧 OK 那我顺便告诉你 我们教授 我们没时间看你们的 就看程式嘛 有时候是好事 可能看了我们会更难过 然后分数会更低一点 好 那我回答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刚刚有人说 我们在教育现场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 说真的 比起叫大家一天到晚 去Commit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更想要塑造的 叫做氛围 就是尽可能的 在教育现场的环境 让大家多接触到这些事情 所以 现场有些我的学生 应该知道 其实我很希望 就是大家的电脑 我们都先使用Linux 然后我们的环境 譬如说 我甚至打算 做一间电脑教室 就是用树莓台来做 又便宜 又省电 然后全部管Linux 然后大家在里面 学其写程式 你如果觉得电脑跑太慢 太好了 你为了第一个 为什么的问题 我们来看我们可以这么干 顺便告诉你这个提案 在我们系上被封杀了 封杀的理由是其他老师说什么 季老师 世拉之工 我没学校的学生 如果其他 他们到其他学校看到 哇塞 这间电脑教室有显卡 超棒的显卡 一张几十万的显卡 然后来世拉之工一看 啊 树莓派 就不会有人想来了 那安妮威反正 想想法就是开始存钱 起码就从自己开始做 就是自己能够花这些钱 去陪学生去做一些事情 我先想办法 把这个氛围给做起来 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 引导学生开始去问为什么 这就是一切的起点 所以这个是我尽量在我课堂上 去做的一些事情 OK 那刚刚有人说 热情怎么来 OK 怎么维持热情维持几十年 我先跟你们讲啊 热情维持几十年 你不要想了 因为你的热情也会换 没有人告诉你说 你要dedicate在一个 开放元师马 终身 终身至工 OK 没有这回事 如果你性质来了 就投入 好好的投入 然后几年过去 觉得性质已经差不多了 要不要换 可以换 OK 可以换 你自己看看那些 开放元师马的众多的contributor 他们同时在管几个 他们换过几个专案 这都非常非常的正常 OK 这都非常非常正常 所以呢 可以换 可以 我今天对这个有兴趣 我投入在这里 没问题 如果一年过去 两年过去 通常你的热情 如果只持续个几天 我是觉得那比较热情 如果一两年过去 两三年过去 甚至五到十年过去以后 我开始有兴趣的东西 不一样了 能不能换 换呢 why not 如果没有人做 那更好 自己开一个专案 我们就专心来做 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来做 有什么不可以的 当然可以 所以 以教育现场来说 其实我真的不还是那句话 我真的在想要在教育现场做的事情 是创造环境 然后鼓励学生 问出为什么 然后再激动学生 他们继续去追这个问题 我不确定我这样帮他们点 找的热情可以烧多久 因为现实是一个 有一点残酷的事情 OK 什么东西 其实你要知道 不要说你们 我们老师们 OK 我们老师们 其实整天都被压着一堆的数字 OK 压着一堆的数字 然后整天说你要投几篇论文 然后投完以后再跟你说 你的那个论文的品质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reputation 这个juggle的神往不太好 你要再挑战难一点的 so what 我们的东西不是本来就是研究出来 让大家看见吗 不管在哪里 就是让大家看 有人会去看 有这个题目就算再怎么小众 其实我们觉得有趣 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世界吗 所以 我能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我自己带头示范一些事 那 刚刚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 在上面 问说 你们这些当老师的 每次都把你们可能在学生 学过的那些东西拿过来教 都教了几十年了都不换 那怎么办 其实就是我们老师要带头自己学习 我这样说好了 我本身是研究资讯安全的 严格来讲是里面的密码学 这才是我真正的博士论文题 来啦 我的大学 要开始教资讯安全 每一个人都说 我想当骇客 我说我们来算密码学好不好 不要太讯了 我要当骇客 我不会啊 概念我都知道 ok 以前也不是没学过 概念我都知道 我会吗 不会 怎么办 自己去学自己去准备啊 怎么准备 拿暑假在晚上的时候 开始去做那些骇客的工房 开始去研习说 他的原理 我本来知道原理是这样子 然后 怎么办 课本上以前告诉我 比如说这样就可以攻击成功了 为什么失败了 最讨厌就是这些人 因为他们把漏洞给塗上了 懂吗 然后我们到底要把什么东西给关掉 才可以让学生体会 因为你们学生专门喜欢搞破坏 不喜欢当警察 懂吗 所以我们在做骇客的时候 我们常常是在练习说 怎么去制造出很危险的景象 让你说 哎好有成就感哦 可是你觉得我会吗 不会啊 怎么办 晚上啊 自己练习啊 练习到几点 有一次练习到凌晨三点 我还搞不定 搞不定怎么办 不耻瞎问嘛 去找一些 有在打那个 一些资安比赛CPF的学生 然后你知道 最后的问题 是我只是少打一个字 我只是那天已经临晨三点 我什么都没 我怎么样都看不到 我也无法抵抗了 那又怎么样 其实这是我们老师 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个示范 说我就花时间陪学生一起去学嘛 包含了 我现在在我们学校 也是在做一些跟教育有关 教育学生相关的事情 拜托 我根本不是师范体系出来的 谁会做教育啊 那怎么办 继续去学啊 你说这不是开放原始吗 我是不是走错地方 没有 这个你的学心 就是在这件事上 我如果希望学生他有动力 那么我自己就要展现出自己的动力 去学新的东西 去碰新的东西 去接触 没有接触过的教材 去看没有看过的城市 拜托 如果我们学城市的时候 我这样说好 我当年城市的母女叫西家家 在当年的西家家 根本没有namespace的概念 你们现在可以想象吗 你就知道我学西家家 是哪一个年代的事了 好 这边跟你们讲就是 这个开放原始 或者说所谓骇客文化是热情 那热情要展现出来 怎么叫展现 你如果真的有热情 下去看城市吗 你如果真的有热情 去学吧 去学吧 那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做一个示范 因为很多学生都知道说 我会什么 我不会什么 那老师你怎么敢开这本课 就是去学 因为有需要 然后也是想说 在学生面前做一个示范 这样子 好 谢谢 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来问一下 slide上的问题 刚刚在slide上有提到 可以直接举手办法的意见吗 嗯 我们如果是 有一些问题想要 特别就是直接外公老师的话 我们再建议就是 会后的时候 跟老师们就是 在在做更进一幕的交流 那 刚刚有一个 有非常多伙伴想问的问题 是 既然觉得教育 所以不应该是考程式 而是培养兴趣 那为什么台湾教育 还要推到APCS CP 这类的程式检订 OK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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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呃 呃 台湾施工器 几年前开始 大概好像是三年前吧 但是我们 问了大家的意见 要不要有一个APCS 组 这个录卷管道 那答案是 我们可以试试看 看看 看看 第一个 这种新的东西走不大尝试 我们 不要说这个 完全不要 或者是一下子就拥抱 他是 先 一个名的 那取进来 我们发现 的确这个管道 我都是从 从 细索的角度来看 我 我想要遭到 適合 来念这东西的人 对不对 那只要一个招生管道 要有助于 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 而都不问 而且 这个 呃 我们看到这些 PCS 会进来报考 这一组的 学生 他们 不只是指挥系的程式 而且他们 对于整个 Fear Science 也有一定的理解 而且高中的 成绩也不错 所以我们发现 这个管道其实 蛮好的 所以后来 入学人 是我记得 增加成三位 等等 所以 意思是说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并不是 要求 专门以程式来去 这个 这个 当作一个鉴定 而是说 从 他里面 从这个东西 去 看看同学的 程度 当然搭配 还有其他的东西 一起 来去做 所以 我想 但是 你如果从另外的角度 从考生的角度 或者考生家长 普及班的角度 他就会说 这个东西很重要 你就把这个东西靠好 你就有机会等等 那 可能是不应该 这样去看 看这个东西 应该是 对 Compute Science有兴趣的 他自然会去对 写程式 怎么写得好 然后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兴趣 有兴趣之后 他 他参加这些考试 就自然的表现好 理论上是这样子 但是大家往往 把这个英文关系给导过来看 那 并不是我们 想要 看到的这个状况 但是 也 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 导生长痕的问题 那我想补充 讲一个 大概我在 麦克风大概拿不回来 不是 不是 那 那 其实 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可能在其他场有讨论过 现在AI开始威胁程式 等等 那 那 我的猜测是这样子 这个会影响到 就是 一般的 或者 普通以下的 这些程式 那如果写出来的code AI也写得出来的话 那 我们会想要有这样的工作 所以这些工作 可能就会被 被取代掉 反过来看 如果 你要 擔心这件事情的话 或者你想 把这个当作 一个 专业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 提升你的 高度跟眼见 所以 我想 这是一个 很切实的问题 关切到 学校要教什么 或者你该学什么的问题 你会只是把当兴趣 今天很多东西都可以是兴趣 但是到时候 没有那个三个F Food Bonding 都没有办法 你只要靠你自己的热情 你就很难 往下 往下走 但是 如果你 可以超过那个 追求 这个追求 目前是以AI来看 那 你能够 比AI厉害 你就要去问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大宅 我既然没有有标准答案 大家要持续的关注 AI可以写程式 写到什么程度 你能够 比它好 或者 它可以帮你写 90%的code 要增加10% 你怎么 把它做得更完美 它不会的来部分 怎么做出来 我想 这个 应该可以是大家 未来可以看的 然后大雪 应该 是朝这个方向去 去寻求一些解决指导 好 谢谢 那个 APCS跟CP的问题 都不回答了 前面有很好的回答 呃 我刚才看到一个休学 我来回答这个休学问题了 这帮你不是专家 哈哈哈哈哈哈 修学问题 诶 你有没有看到修学问题 你还会顶我这里 好 就是 比如说你如果不满意学校的教育的话呢 你会修学 呃 这样各种原论 不要不要 不要解读所有我们系上的老师 或者是这些真正受贵 真正正规教育 呃 就是 呃 呃 我要跟诚跟你讲 如果你真的对学校不满意 你 如果对得起 就是自己想清楚 就 就 干离开就离开 不要勉强自己 因为说呢 勉强自己对大家都 都都很大困扰 然后 呃 但是呢 现在有个很 很好的环境 很好的环境 很好的机会 就是说呢 你看就是其实很多许方式的学习啊 所以 我想 呃 现在已经发生了 就是 其实 就是 与其说 指导教授 或是教最多的人 是你的恩师的话 那 Google跟 Stack Offload 还有这个 Open OpenAI的那个 ChatGVD 可能是各位的恩师吧 因为 你花在他身上 你时间比较多吧 对吧 就 至少我带了研究生 我没有花大 花太多时间在他身上 我 我很亏兑我的学生 但是 说真的 他们花的时间就是 就是 就是干那些地方上 那所以 如果说 呃 你认为学习只能靠学校的话 那那我想 那 你很可能在这个时代 会遇到很大的挫折 好 像刚才这个 洪老师提到的那个AI 其实 这就很明显嘛 就是说其实 其实你学习方法真的很多种 好 那我们学校老师 有一些责任会在于说 呃 跟你讲说有些路 他是可能走不通的 或者说要跨过那条路的话 他的可能济摩擦力很大 所以你要想看 呃 你不是只看到动摩擦力而已 他可能济摩擦力超级大 好 那你要怎么跨过去 然后或者说跟你跟你讲说 呃 那条路也许走得通 但是也许他要是 唉 走个走个好几年 对吧 这个就是 或者说指导就是要 医生做的说 这东西要做很久 好 比方说 呃 今年可能如果你有看到新闻的话 那个罗希武教授 就是有一个最近有篇论文 OSDI论文 那我很多 其实是那个团队里部分 你看 就是罗希武教授被 顶级研讨会退了六次 所以我今年拿到OSDI的那个通知的时候 哦 同姐你入学 我跟老婆 我差点跟我老婆说 唉 你又被拒绝了 靠 你知道 我们就想到第七次拒绝了 那天论文我们住了四年 那就是被六间 六个顶会推荐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投那个顶会 因为只有投顶会 才会有那些reviewer看我的东西 不然你投到二级的时候 哦 这个实验好棒哦 可是我看不懂 就是有些人 不然就说 哦 这实验好棒哦 这个理论好新颖哦 然后你的英文工法不好 就是你知道那个二级的 第二等级 第三等级就是挑这东西 不然就直接跟你说 哦 这东西太高深了 你敢不去投别的 那这个 最后一种还比较有良心的 所以 所以你看就是我想指导 要以身作者说 这个题目我就是想做 好 像那时候罗希武老师就是 他在台大志工 读博士班的时候 就想做那题目 那所以我很荣幸 跟大家一起合作这个题目 我想这个就是 呃 戴一轩说以身作者 我们就要去突破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就不是 呃开放资源可以帮你的事情 对吧 你要有个决心 你要有个环境去 去灌这件事 然后 然后那理论文就说 这个东西 对不对 就有个理论文就直接讲说 那还会就是spinlock 这东西还有改进的空间 对不对 就是他直接写一个 花则 对不对 就类似的写动画 然后就是 但是我想这个就是 我们做一个教师很重要的事 以身作者跟你说 这件事做得到 好 就像我另外一个研究题目也是一样 那个是 就我大学的时候就想做的 可能我做完 如果可以发表 呃 如果再一天OSD 我就退休了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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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就是 那就是很难的东西 但是很难就值得我们做 对吧 我们我拿了 其实有时候就是要挑战这种很难 很难的事情 那但是反过来说 大部分的学习 其实不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大部分的学习就是 你想要学deep learning 你 你现在要做 不是赶快去报考排他职工 对吧 来不及了 对吧 现在七月底 对 你现在做的事情 赶快打开 打开 口识啊 课程 打开人家youtube 可以跟讲deep learning 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对吧 你想学现在就学 这就是跟热情有关的吗 你就是想知道 起来就做 对吧 你是不是连 我等下要讲 也快结束了 所以我等下要讲 你可能会听了 就是就是快去学 对吧 真的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 然后说 但是 你觉得不该把自己的命运 跟学家本来一起 当然说 你会问说 那其他公司会看学历怎么办 那那那你再私底下跟我讲 你可能有些方法 来来协助你 但是 真的修学是我很有概念的 就是 如果你真的不开心 你会让你的执照到时候 你的同学都不开心 好 那我想 比起这样的话 那还不如赶快做出决定 对 这跟开放牛适法 其实没什么观点 但是就是 好 因为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还是可以看一下 因为刚刚听到洪老师说 麦克风可能回不到他手上了 其实也许下次应该请洪老师 坐这个位置 然后就是最后一棒这样子 那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有感而发几个 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很多人都说就是 怎么办 以后AI会写程式了 看了 告诉你们倒也不用太担心了 举例来说就是 其实 单纯的是 有程式产生器这件事情 其实几百年前就有 不是没有几百 对不起 就是跨世法 就是IBM前期 老就是推过什么 Model Realty的Development 我们哪线程的Model 都一都 程式设计师 以后就是画图工程师了 你就是把图这样拉过来 然后把这个模组串一串 程式又产生出来了 Good 那这件事情 后来也没成功 还有第二件事情 是不是在抱怨一件事 很多 很多人都在做跟物联网相关的研究 然后你去看他们的paper 在introduction 都会说物联网可以让人类 生活得更加的便利 物联网的时代来了 什么东西都连到网络 你不觉得我们生活是 我们生活是更便利还是更累 你们想想看 所以很多时候 而且paper的话大家听听就好 好回到那个一个问题就是 APCS跟CP 其实最主要的是 我们老 不是我们老师 对不起 更正 这个社会常常就是要把人 分个高低 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玩过一款游戏 叫做三国志 谁告诉你 旅物的武力是100 诸葛亮的智力是100 谁 A法人的能力只行量化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 好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社会想要做的事情吗 所以虽然我们不喜欢 我们很讨厌 包括我们老师身上也背着一个量化的KPM 我们就算在怎么讨厌 但是这个社会就是如此 OK 这个社会就是如此 那为什么要去考这些程式检定 那从现实的层面来讲 刚刚宏老师有说嘛 就是我们当大学老师的 其实用开语专案的很少 所以很多时候 我看到有一些高中生的履历 我觉得他们的学习历程 哇好棒好厉害 结果我同事说那是什么 没听过 不知道哪来的软体哪来的专案 对 但他没听过我听过 那就是看你的这个东西 到谁的手上去审查 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一个公正 要一个客观的 一个检定的标准 所以像CPE APCS 这种东西就因此而 就因此而诞生了 OK就因此而诞生了 那喜不喜欢 我不好发表意见 因为APCS是必效的计划 对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请让我保持沉默这样子 好 那最后就是 我们一直在谈到兴趣 其实最什么叫做兴趣 就是你要不要去学 学习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刚刚杰瑟福老师有说就是 你要做的是 就是现在打开YouTube去Cosera 就可以去学到很多东西 那你会不会做这件事 举例来说嘛 你们现在想要学机器学习 第一个想到的YouTuber是谁 李鸿毅老师嘛 对不对 他有几部影片 你们有上去打开来看吗 你可以看到完吗 你如果看不懂会去想吗 还是觉得 看在那边打开两倍数 然后睡浅听听 睡着了 欸 起来也太好 这部影片看完了 我告诉你 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学生看我的课 就是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 你们有没有花时间去 还是那句话问为什么 你有动力去学习 然后在听不懂的地方 能不能去问为什么 然后问了为什么 有没有采取行动 采取什么行动 欸 影片沉默所以没有行动好做 你们是觉得看李鸿毅老师的 YouTube影片完全一个问题都没有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对对对 你们有去问 可以问谁 问周围的同学 问周围的老师 甚至写信去问李鸿毅老师 算他他会不会我不知道 对 但是你们有这么多人 你们可以问这么多的手法 甚至还有Google 还有ChairGPT 还有OpenAI的ChairGPT 你们这么多东西 可以问你们做了 其实什么事情呢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要有行动 我告诉你 圣经上有句话叫做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那我说 你的兴趣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很多人说我有兴趣 我热爱开放人尺码 Good 然后你做什么事 没有 我等着开放人尺码来邀请我进去 你慢慢等吧 对 这叫做兴趣吗 这不叫兴趣 所以 当然我不是说食物不重要 但是在追寻的过程中 你一定会养成你的能力去养活你自己 我不敢说赚大钱 但是要活下去应该没问题 那在你活下去之后 你花了多少力气去追寻你的兴趣 去投身你有兴趣的领域 OK 我在说开放人尺码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我们还有很多条路 重点是你愿意投身在哪个领域 并在那个领域做出贡献 并且把你的贡献分享给其他人 这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駭客文化的精神 好谢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 现在就是 好像掌声刚过了 再来一次好了 感谢三位老师 今天非常多的恭喜 谢谢 谢谢 那因为今天就是我们开开判的一层鬼 今天教育长一层 我们快速做个总结 呃 感谢就是三位老师们 还有我们的讲者 呃 就是愿意来跟我们分享 那也感谢各位今天的 呃 参与 好 那我们是 有这个一层鬼设 台湾开发教育推动团队 还有课程资讯交流平台 两个单位共同合办的 那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 呃 筹办这样的开发教育程会 也是 这个座谈会的成果 真的是 呃 还有我自己也真的也是得到 非常多的 呃 了解到很多资讯的 呃 希望大家也都有 得到很多的这个 take-home message 那 那参与老师 如果我们待会 呃 跟我们工作人员拍个照 那 谢谢大家 然后 议程组 帮我们说明说 4点10分的时候 还有一个prime session 在RV 综合教学校 可以 有些人我们可以就去听 那我们今天 今天的开发就一起去学校 是这样 谢谢